所有人都告诉你卡贴的15PLUS需要打口不值得买 但没人告诉你 其实它的技术工艺甚至是比14还要成熟 首先先解决大家对卡贴机的疑惑 卡贴机其实也叫有锁机 这里有锁不止的ID锁 而是网络锁运营商锁 它是要求你只能用某个电话卡 所以说需要配合一张卡贴一起插入调试之后 它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上网打电话啥的了 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卡贴机确实要比国行便宜至少个2000块钱 就例如今年发布的15PLUS 目前国行的256G发售价是7999 那么同样是全新的卡贴版本的15PLUS 256G的在想让这里5799就能入手一台 那么卡贴机在日常的使用功能当中又会有什么缺点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信号问题 但是现在只要是12系列以上的一个机型 都可以通过QPE的解锁方案实现插卡机用 信号的话基本上跟国行也没什么区别 即便是你去什么地下车库电梯啥的也不会去跳激活 所以说预算不多又想体验最新款的小羊 还是比较推荐这种方案下的一个机器 哪怕你是小白的话也可以轻松上手 那么如果是2000块钱的差价 你会考虑卡贴还是无锁的15PLUS呢